其实是不知道 我们上上一堂课已经针对 就是这个外界 我们有一个 Asternal的 他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外界有一个场 其实这个外界的场 我们还是不要用V来表示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点 等一下不会乱掉 那我说这个外界这个场 我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以后的话 它会有 在之前我们也讲过 它会使这个内部的 原来如果内部 它有 magnetic bipol 的moment 那它会把这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alignment OK 好 第一个就是 它会把这个 这个内部的 magnetic dipole moment alignment 变成 平行这个 external field的部分 OK 它就会 往这个地方来排列 induce什么呢 induce OK magnetic moment 当然这个 这个效应 大概 是在这个 磁性物质里面 比较的明显 好 那这两个效应呢 我们说 使得 原来 你看到内部的 场呢 已经跟外面 你加给它的场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两个场 的 这个结果的话呢 如果我们用 这个 之前我们所讲的 安培定理的话 或者说我们 Curve 是等于 muling 那它有 它的total的 current density 一个是我外面 非常free space 的时候 那所得到的current density OK 这个是free current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你必须要加进来的是 因为 你这个磁性物质 因为外界的场 你对它induce的 magnetic moment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它的大小 在之前我们看到 jm的话 已经是 克m的部分 所以 你把它带进去 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个就是muling 然后jfree OK 这是没有 这个material 这个magnetic material 就没有磁性 介质的时候 然后把 克 带进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把 这整个的关系 我把它放过来的话 我把它放过来的话 muling先除过来 muling b-m 就等于muling jfree OK 那这里面 我们把这一项的东西 在上一堂课 上星期的课的话 我们说 我们就直接把它 定义成一个新的 muling已经被除过去 定义成一个新的物理量 那这个新的物理量 就是我们所谓的h 那这个h呢 就是我们讲的 magnetic free intensity 那它的定义 就是muling v-m 所以从这里面 你看到 如果是在真空 那m是等于0 那v跟h的关系 就是h是等于 muling分子b OK 在真空的部分 这是据点 OK 那再 这个是special case的部分 你们不要把这个 当成是一段 那就麻烦了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special case 它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如果一旦 这样一个定义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把 cur h 就写成 z 最完全是 free的current density 的部分 那 那这个free current density 的部分呢 就好像我们当时 在写 把我们在电学里面 我们看到的说 哦 你把divergent的d 是等于 divergent的d 是等于多少 low free 对 也是一样 在真空里面的 这个charge density 那这个charge density 是induced displacement 这个beta 那这个呢 也是free的current density 那induced的东西 它对应的东西呢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magnic free 这个b的intensity 那也许有同学会说 那到底b跟h 要怎么样来分呢 除了你看到了 你在真空里面 很清楚的 你看到它这个物理量 它们之间就差了一个什么 μ0的部分 那一般我们b的部分 我们叫做magnetic flux density OK 它是一个flux density的部分 那为什么叫做flux density 最主要的就是 因为你现在 你这v.ds 这个物理量就是flux magnetic flux OK 所以把ds除过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magnetic flux的density OK 那 这是定义 这是定义 那我们看到 divergent的b是等于 所以 所以这一个东西呢 是b.ds 这是高式定义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通过一个 封闭曲面的flux 是等于d OK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 在电场跟磁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部分的话 换句话说我们在进磁学 在进磁学里面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两个 最主要的关系 一个就是我们的高师定义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安培定义 因为我们直接我们高师定义 刚刚已经写了 OK 它的积分形式 就是通过一个封闭的高师面的部分 这是surface积分它是等于力 那同样的这个 你把h.dl h.dl的部分的话呢 你还是做surface积分 你就变成h.dl的部分 这个start theory告诉你 就是h.dl 那是什么 对一个封闭的曲线 OK 这个曲线是什么 包围的这个surface的曲线 OK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surface 所对应的surface ds 每一个小的面积的element 那总共的这个c 总共的s是这个面积 所以你包围这个面积的曲线 就是这个曲线 那你整个缓积分 那就等于多少 这个就是我们的colon i 所以你看到它这个关系的时候 就很简单的 这就是安培定 好 那到这个地方 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OK 那首先我们现在 接着我们要看 这两个物理量 好 这两个物理量呢 你当时在 回想一下 你当时在算电穴的时候 那电穴里面 也有一个prolization vector OK 那prolization vector的部分呢 它所对应的是什么 单位体积里面有多少的diple moment OK 就是说一块material里面 好 那你会有外界的电场 那我们说这个material里面的话 每一个小的diple 都会 因为外界电场的存在以后 它会顺着电场来排列 这就是我们这一阵一阵 这一个一个diple moment 所以到你最后你看到这个界面里面 这一面好像都是正的 然后底下这一面呢 几乎是负的 因为你这负正负正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戒指呢 好像看到了是什么 内部 这等同是内部呢 有一个场 这个场呢 它的方向 这个induced的场 是因为外界 把这个material里面的 electric dipole 顺着电场排列以后 它induced出来的 这个是internal的场 对不对 在电学里面 所以我们说 在里面 除了外界给它的场 你还要再加上 这个induced出来的 这个是induced的场 这个才是全部内部的电场 这是内部的电场 OK 那也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可以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这一个部分的话呢 最后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一项 这一个的部分 其实 我们是用 一个 toilization vector来表示它 那这个proilization vector的部分 这就是p的部分 它跟 这个外界电场之间的 这个关系呢 你是可以用 一雄零 还有一个 我们说 suspidity 开1的部分 来表示 那p跟1之间的关系 你不一定是 完全线性 我们在之前说 这个可能是一个matrix的form OK 那就开1 1 1 然后 三项 不同的方向 有不同的值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 它可以写成 这样子这么简单的 一个形式呢 我说 在 是一个simple median 那所谓的simple median 是什么 就是 开1 是 independent of 1 OK 那开1 independent of 1 的部分的时候呢 就是 这是本来就是物质的特性 不会因为外界的 场的大小而改变它 然后呢 如果 开1呢 是各项同性 它不会 随着 这个 方向改变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刚刚我们所谓的 matrix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constant OK 换句话说 你这个matrix form 这大的matrix是 只有 对角线的这个 element有值而已 这本来是三个方向 那只有对角线的element有值 而且每一个值是 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这个关系是 就是 一九零 这边都是零的情况 然后开1 你就直接把matrix的部分把它 拿掉就变成是一个constant 这是在 电学里面的情况 那同样的 磁学一样的情况啊 只是 是 你现在在这一块物质里面 一样的有magnetic dipole moment OK 换句话说 跟这里面的 electric dipole moment 是一样的 性质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期待把 这里的物理量 这个物理量m 这个m是有什么产生的 m呢 跟外界的场的关系 external field 这个外界场的东西关系呢 我也能够期待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 词学的部分 这个大m 理论上面 有一雄灵 你就应该要有一个muling 跟它对应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这里的定义里面 你看到的m的 这个角色啊 muling已经把它移到这里来了 所以我们直接就有一个开N 跟H来对应 这个是external field 就是外界完全没有 诶 外界完全没有material的 所对应产生的 这个磁场的对应 OK 那这个呢 跟它一样 本来也是一个matrix 那什么时候 我可以把它写成是这样子 的形 类似的形式呢 这个m 是等于开MH呢 一样的 就是这个条件就是linear的 material 然后这个条件呢 就是isotropical homogeneous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写出来 好 这个就是linear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这个homogeneous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写成这样 对 对 好 好 4好 OK 那一旦你写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进一步来看待它 我说 我说 我这里面的开M的部分 对 它对应 好 它对应 稱之為 每個 Electric Sus Satability OK 好 這是 那這個 這個的稱 就是Electric Sus B 力 OK 那 我們看到了 一旦這樣定義以後 我這裡的關係是 我就可以更加的 很小心 我說 B 除以 μ 0-m 這個我的定義是H對不對 那M 的部分 是等於 μ0 V H的部分 就變成 chi MH 那換句話說 你把它整理一下 V就等 μ0 然後 E加上 chi m H H 我們一般 我們一般 就把這個部分 就把它寫成 mu 然後H 那在電學裡面 那在電學裡面 其實 你的Displacement OK 你定義的部分 一樣的是 一雄零 然後 原來的 Ki E E 的部分 兩項 E是在外面 所以這個部分 是 Ki R E 也是這個 就是Ki R 可是是 磁場的時候 所以你看到了 這項就是我們 在電學裡面的 一雄雲 B 一樣的 對應的關係 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平常不是這樣寫的 因為H的角色 是跟D的角色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是把它寫成 μ分之一的B OK 換句話說 你現在看到 你的 一雄啊 在電學裡面的一雄呢 是等一雄零 Ki R 也就等一雄零 E加Ki 這個完全是 界電子的性質 所以我們把Ki的部分 加進來以後 我們把一雄 稱為什麼 或者是一雄R 我把一雄零 我把一雄零 一雄R 一雄R就叫做什麼 界電常數 同樣的在這裡也是一樣 好 這個一雄R是界電常數 這邊的Ki R 那就是遲導 Ki Ki 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們把Ki R 我們最常定義的是 MuR Mu就是我們的 磁導力 Permibility Permibility OK 好 這是Mu的部分 那在實驗室裡面 你直接測量的 就是我們這個 導磁率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看一下 這個導磁率進一步的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 好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你是什麼 高升級測量的是B 你得到的 得到的 這個是完全在真空裡面 但是你高升級 要看你是在真空裡面測量到的 你在高升級 在那個什麼 在 在真空裡面測量到的高升 多少高升都是B OK 好 那 換句話說你的B是 尾薄 米平方 OK 好 所以 你現在你看到了 一個有 有趣的一個物理量的部分 剛剛你 剛剛同學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也是一個 我們平常啊 高升級啊 你不太可能 進到 戒指裡面去 你不可能把 高升級前面是很軟的 很貴的 那個頭 你伸進去 戒指裡面 還是一個 不 譬如說你要測一個 某個 小的地方的磁場 你是伸 那個頭就很小 對不對 你是不是這樣撐進去 對不對 所以 理論上面這裡面還是什麼 還是真空啊 OK 你這裡面不是 硬的磁性物質 你就伸不進去 對 OK 所以 基本上 為什麼我們要把 H 弄出來的原因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 最重要的 這個導磁力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平常 我們看到的 一個 在真空裡面的話 那 B跟H 就是差了一個 μ0的部分 這個μ0是真空的值 那 換句話說 如果是 一般的material 你測量出來的μ啊 你一般的material 是很小很小很小的值 換句話說 如果不是磁性物質 其實這一項啊 你是幾乎可以忽裂掉 在一般的material μ 大概就是 但是有一種物質 完完全全你就不能忽裂了 那就是磁性物質 那對磁性物質來講的話呢 這個μR 大概 大概 可以從50 到 10的6匙 那 這些磁性物質的話呢 鐵 鋼 鋰 鋰 這是我們常常碰到的磁性物質 這是我們常常碰到的磁性物質 鋰性物質的特性就能改變了 還有 有時候我們會加膜 這些東西呢 都是 它的 這個μR的部分呢 是 跟 genome material 是不太一樣的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現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平 在這裡 做數學 做數學的人 當然是希望把數學越簡單越好 它本來呢 是一個matrix 然後呢 你就把它 簡化 因為它是linear的material的部分 那我們把這種東西叫做simple material 很簡單的material 但是偏偏啊 我為什麼 不畫磁的這個東西 而用電的希望你們去了解 因為磁的這個東西啊 沒有像電這麼乖 齁 來了以後 電廠來了以後 那我就順著它排列 它不是的 它還跟什麼 跟你什麼時候加磁場有關係 也就是說 你過去怎麼加它 磁場怎麼加進來的 有關係 也就是 它是跟你的過去 你的歷史 你怎麼加 把磁場加進來 是有關係的 啊 幾個例子給你們聽好了 你們平常不是 呃 你們就把那個 以前 那個女孩子不是都會夾髮夾嗎 男生比較少夾 那個就是一個鐵 鐵的東西 然後 對不對 那你把它拿來什麼 拿來用磁鐵把它弄一弄以後 那髮夾就有磁性了 磁鐵拿走 髮夾就有磁性了 或者很多的東西 你把它 那個 啊 有一點掺杂這些東西的 這個material的話 你把它這樣 弄一弄以後 那就有磁性了 對不對 這是你們小時候常常玩的遊戲啊 把一個東西拿 然後弄弄弄弄 這一塊東西可以去吸其他的東西啊 回紋針啊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把一個回紋針拿一拿 然後抹一抹以後 然後回紋針就什麼 可以吸其他的東西 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啊 如果把這個回紋針是 拿個一個磁鐵來 回紋針這樣子磨 跟這樣子磨 看起來都可以吸其他的鐵穴 但是其實回紋針裡面的磁性的東西已經是不一樣了 如果我要講一個比較細微的觀點的話 那我說本來這個磁性物質 假設它是一個磁性物質的話 那它是一塊一塊的磁田 它是domain ok 那每一塊呢 為什麼叫磁田 這個就像你到了山上裡面看到 這邊的人家種的茶園 它就是這樣子排列 那這邊人家種的茶園呢 是這樣子排列 這一個人家種的茶園 它是這樣排的 ok 所以 每一塊呢 人 每一塊 它其實原來 排列的方式 是不一樣的 那你就很容易區分是什麼 喔 這是王家 這是李家 這是這個黃家的茶園 對不對 那在磁裡面 如果 一個 從來沒有受過外界磁場干擾的磁 這個 完了 全部的domain 弄出來以後 你去 你都沒有去干擾它 那 這個domain就很好 那一陣颱風過來 茶園的什麼 它通通什麼 通通東倒西歪了 但是在磁裡面一樣的現象 如果我把磁場加進去以後 那我就會發現就是說 我這個每個domain呢 我也像這裡一樣 我都希望沿著電場排列 這裡也希望沿著磁場排列 但是它要沿著磁場排列啊 不像那裡轉得那麼 轉得那麼順利 它這邊就一顆一顆的分子 diple moment轉過來 然後就是沿著磁場排列 它這裡不是 因為你的茶園都種得很 種在地上對不對 它要轉過來的話 它每一顆啊 都有牽制的力量 所以 它會怎麼樣 這陣風很強的時候 強到不得了的時候 那雖然通通它會順著它排列 沒有錯 但是不會像它排到那麼整齊 OK 那你現在你看到了 好這一群啊 這個domain的 原來排這樣子 現在排過來了 幾乎已經排成這個方向 這原來排這樣子 也排過來了 幾乎平了 幾乎了 OK 每一個都幾乎了 等到風 颱風過完了以後 它會不會回來 回不來 它不是 外界的電廠拿掉以後 它要恢復原來的東西了 OK 所以 你鄧正峰啊 如果是 二十級強峰 那跟三級強峰 是不一樣的效果 也一樣的在這裡一樣 你的磁場是很大的 跟很小的磁場 對它的domain的效果也不一樣 它拿走以後 它殘留在這裡了 如果你現在加的是這個方向 那如果我加的是另外一個方向的磁場進來呢 它又不一樣的特性出來 所以說這一個東西 經過了 它以前過去的歷史是怎麼樣子 是你探討它 現在要探討它 很重要的一個 內部的結構的不同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是詞 為什麼 比這個電呢 難搞的原因 它是depend on history 它跟它的大小有關係 而且 還跟它的歷史有關係 這是 這是詞跟電 最大的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更何況 我們的 kaya 它可能不是simple material 所以你的mu 或者是kaya 它是一個function of space coordinate space coordinate 它是随著空間的位置不同 而不同的 它不會像這樣子 非常的uniform的情況 所以我們雖然是這樣子來表示 把這個關係簡化成 這個關係 但是實際上 符合 這樣子的條件的 並不是 非常非常的 我們實在使用的時候 對詞有興趣的時候 符合這個條件的 並不是那麼多 如果一旦它符合 如果一旦它符合這個條件 我對這樣子的材料 我就沒有興趣了 因為為什麼 它的磁性 它對整個磁的磁性 影響不大 ok 所以 跟那個 這塊材料 跟有材料 跟沒材料 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有興趣的東西 就是 大部分都不是simple material 所以我們處理起來 就會更加的困難 就是因為這幾個 幾個關係 而使得我們在處理磁的時候 不像處理電這麼簡單 那 好 好 我們再講說 當我們把這些關係搞清楚以後 我們把它一個一個對應的關係 把它找出來好了 好 你看到的 這些關係是 你電跟磁裡面的對應關係 那我把一個一個物理量對應出來 好 我說 在靜電學裡面 你對應的是電場 然後 bisplacement polarization ok 然後 一熊 一熊 零 然後 肉 然後 potential ok 那在進食場呢 進食場 進食場的e 對應的是什麼 對應e的是什麼 b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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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ok 那 對於一熊的呢 mu 但是 唯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 你現在 你現在 displacement 是一熊1 但是 h呢 是 mu分之1的b 所以我們平常我們把 這裡的一熊對應就是 mu分之1 ok 因為你是 對應的關係 那 同樣的一熊0的部分就是 mu分之1 好 那 在這裡面 raw的部分呢 jm j不是jm ok 我講好了 因為 這個 這兩個 是induced 那你一樣的這邊是 j3 可以加上 jinduced的部分 ok 那就是這個是 jm的部分 ok 好 那我們在 電裡面的 scaled potential的部分 就是 我們 在這裡面 詞裡面 我們已經 用一個vetal potential來 對應它的 還有 還有一底面的部分 由於我們這個 displacement 就是 一熊1 那 h呢 就是 剛剛我們講的 mu分之b 好 好 那 我們的 你注意看這個 ok 我們說displacement 我把mu分之1 把它寫到外面來 然後 因為我的1 已經是對應V了 ok 那這1加上 這是 開m的部分 所以現在你看到 好 其實這就是你的 prolization ok 那 實際上 這邊的m跟p之間 它插的會是有一個 負號在這裡面 一個是正號 一個是負號 所以我們說 我們常常把p的部分呢 會把它寫成 負號 在這個地方 好 這是 唯一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的h的部分 這個是 一熊0 1 加p 那這個就是 mu0 分之 v-m ok 好 那我們看到 這個m 對應跟p的話 這邊有一個 負號存在 好 這是 靜電跟 靜電跟 靜磁的部分 那 在靜電的部分 就變成 這個 克1 這等於多少 靜電 靜電 對 那靜磁呢 對應 刻1等於0的 diversion b 是等於0 ok 然後 diversion的 d 是等於0 是等於0 free 那這邊呢 k h 因為d 就是h的角色 free的部分 就是j 所以你就可以一個一個對應出來 來的 好 那我們在 電學裡面的issue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issue 就是我們的 這個 節電 常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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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Mu 好 那到这里 你看到了是所有 你借店里面的性质 跟池里面的性质 你大概已经可以 能够把它掌握住了 有代课本的麻烦 翻到672页 672页 672页 其实在做 在词学的时候 单位是一个蛮 刚刚同学在问的 我们平常用高湿器再测量 测出来了多少高湿 高湿是B和H 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B 它是Tesla Tesla的话就是10的四次方 Gauss OK H呢 就是米分支安培 然后 那个Meghanic Flux 就是尾薄 所以基本上面的话 那个Tesla就是尾薄除以米平方 也就是所谓我们讲的这个Tesla的单位 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大概的掌握住 然后呢 再来你们再看 676页 676页 那里面对这个μR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 把它 写在这里的 我们说μ大部分是等于μ0 你看那个μR μR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说μ0 在这边 μ0乘以μR是等于μ 这个μ OK 所以我们说μ0呢 跟μ呢 基本上肌膚是在很多的这个material是差不多的 那就要说μR是接近于1的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那个 Pair Magnetic 那个顺时的物质 它大概1.000多 然后Dial Magnetic 就是反磁 它是0.999 甚至于4个9 5个9 它是反磁性的 大部分都是跟1蛮接近的 然后唯一 就是我们讲的 Pair Magnetic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呃 磁性物质的部分 它有挂号 Non-linear 就是它非线性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大到10的5次方 都有可能 5次方6次方 所以最主要 μR是等于1的部分的话 那跟有它跟没它也没什么大影响 但是主要的就是磁性物质的时候 这个μR就会差很多 而且它是各项不同性的 它不是Non-linear的部分 这是在676页的这个表里面就让你有一点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刚刚 同学很好 下课马上来纠正我了 这个地方我写错了 OK 这里面的话 提出来以后 刚刚在跟你们讲的时候 还是写错了 因为 km的部分 km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 km是 这个东西减1 负的开m的话 就是1减这个东西 OK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式子是多写的 因为1,1消掉以后 那h就等于是 这个地方是μR 这个是μR OK 所以μ是等于μ0 μR 这个东西改过来 OK 所以 上下就没有问题了 μ0 我把B取出来 1 减掉 开m的部分 也许原来是没错了 因为这个地方写错了 所以自己感觉它错了 对 所以现在 错的地方是在这里 你们把它看 这个是μR的部分 OK 那我们这几个 关系是你都已经知道以后 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常常我们 在讲磁信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以后你们到实验室里面 你常常看到 是两个大磁铁 然后中间有一个gap 类似说 当然这是一个立体的 OK 那这是一个gap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一个磁性物质 那为什么会常常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刚刚已经讲了说 你里面的磁场 如果这是一个 介质的部分的时候 那里面的磁场是我 想要用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用的 因为它是各项不同性的 那我们会希望用一个 我能够掌握住的磁场 那这个磁场呢 常常就是在这个gap 附近的磁场 是我想要用的 那我们在这个磁里面的话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说磁力线是什么 封闭的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 我们说在这里面的磁力线 不管怎样 就是这个整个磁力线 是封闭的一个磁力线 OK 那你现在你想象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 这个flux本身 当作好像是电流 那磁力线是封闭的 也就是说 它走到 走这个电流呢 也是一个封闭的 如果你这个回路不封闭的话 电流就不会通的 那我把磁力线 当成电流的话 那这两个 有什么样的相关呢 我说 如果我把一个loop 那这个loop的话 在电磁里面 它是空人在流动 但是在磁里面呢 它是一个flux OK 一个flux的概念 那什么东西 让这个flux 在这个地方 在运作呢 我说 基本上面 回来到这里 我们把它看一下 我说 在安排回路定理 告诉我的是 h.dl 在一个回路里面 它是等于i 那如果 这个上面是有n扎导线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i呢 要乘上n扎的导线数 这是你们都知道的 对不对 假设我把这个loop 当成是这样子的一个loop 那这个loop呢 这一个量呢 这个loop里面的flux走一千以后 那他所得到的这个量 是驱动他这个flux去走的 也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什么 当成是跟电学里面的emf相类似的 为什么会说跟电学里面的emf相类似呢 在电学里面 我们e.dl 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那是f.v2-v1 这是两点中间的电位差 那这个量电之间的电位差 你要把一个close loop 让电流流动的话 这个loop里面一定有一个什么感应电动式 然后经过一个电阻 然后它有电流 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同样的在词学里面 对应这个感应电动式的东西是什么 对应这个感应电动式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就说 如果我走一圈 这个物理量走一圈以后 驱动它好像是这个感应电动式 我们把N I 所对应的 就是词学的感应电动式 就跟电学里面的感应电动式 emf是类似的 换句话说 你现在要对等的电路写上来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词的mmf 然后呢 经过一个回路 这个回路呢 是什么在走 是flux在走 然后我说 这里面有一个物理量 应该要跟电里面的电阻是相对应的 那我们把这个r的物理量 叫做磁组 我们用一个rm来对应 好 看起来有一点 你会感觉有一点还是蛮不清楚的 那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你大概就可以 比较了解 首先我们先定义 这个东西就是gamma m 就是我们的mmf 那就是 10的感应 10的 10动式 那这个呢 最主要的 你看到它的单位是安培 然后扎数 它不是牛顿哦 这是它的单位哦 好 虽然它有一个force 这个名字 但是它不是力 它是一个啊 驱动力的部分 但是它不是力 ok 那就跟emf一样 它是一个驱动 这个flux运动的一个 啊 这个 我不能讲它是能量 因为它是一个对应的 这是一个对应的电 类比电路而已 那在我们的整个运作上面 是怎么运作呢 我可以看到就是说 类似 类似这个啊 科学号定例的部分的话 我们说 所有的电流流过一个close loop以后 我所有电流流过的所有电阻 i 每一个i把它加起来以后 你total的就是我的感应电动式 issue 那这个issue呢 如果有好几个 你要把它sum起来 对不对 这个就是安培回路 不是安培回路 那个close loop的肥路定理 那 这里呢 一样的道理 我说 如果我的i 现在变成flux 那我就一样的 会有一个flux 通过所有的 所谓的磁组 ok ok 然后呢 这个磁组呢 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所有的mmf 给它的驱动 对 那mmf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边的 这个ni 换句话说 你要把每一项里面有电流环 有导线的 全部要把它加起来 用j好了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好了 我先让我们看到 在这上面 我绕了 变 线圈在那上面 那这个是n ok 绕 上去 那不一定要完全绕完 全部 你某一些地方 那为了我们要分 分析方便起见 我把它全部绕起来 原因是 内部的磁场 就会比较 这个material内部的磁场 是比较均匀的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手镯的部分 那我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你这样绕完以后 有两件事情 你会要考量的 如果这个gap很大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会有 迟漏现象 对不对 而且这里如果绕得不够密的时候 这里也会有迟漏 ok 每一个草线 都会有linkage 所以 我们把这些石漏的部分 全部忽略掉 然后 这个 这个gap的部分 我们也把它 这个忽略掉 换句话说 我们把它 视为这个gap啊 Lg 很小的情况 它是很小很小的 那你在这里的 这个 flash通过它的时候呢 你不会有 你不会有这种 这个周边 flash凹曲的 这个效应 我们把它当成是flash 是非常均匀的通过 好 所以这个 旁边的 这个flash 弯曲的这个效应呢 我们也把它 浮裂掉 这是 这两个 那 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探讨的是 这个东西啊 里面 这边 的场 是比较均匀的情况 那如果你 愿意 在做一个假设的时候 甚至于可以把 这个到中心点 是R0 那 我们说 这个截面积啊 不管它的截面积是多少 这个截面积呢 如果我们的 如果我们的 S的部分 我不要用S好了 嗯 用 小 因为S 我们等一下要用到 Surface 这个名字 嗯 A好了 我们说 A呢 是圆小于R0 那A圆小于R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截面积 里面的Floss 本来 这个Floss的里面跟外面 最里面 这个是截面 这一块的截面 在最里面跟最外面 它的Floss是什么 不是均匀的 OK 很简单的 你如果是用安培回路定理 假设这个是很大的时候 那我们这里面的回路 跟 这个的回路 它大小就不一样 但是它同样的是 有这么多的电流流进去 所以它里面的电 上试图 你现在只是上试图 你这边只是缺了一个角而已 但是 这些都是导线啊 一个一个的电流流出来 那你用安培回路定理的话 那你用安培回路定理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做这个回路 OK B.DL 是等于μ0I 或者 OK 或者是H 是等于J OK 你就看到了 在这一圈里面 J 跟这一圈的J 是不是一样的 环绕的J 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那既然环绕的J 是一样的话 这里的H.DL 它的半径 R1 每一个都是同等半径 如果我不看这个gap的话 我会发现H乘上2πR 是等于J 的部分 H是等于2πRJ 换句话说 R 越大的时候 H会什么 越小 所以在这里面的H 是应该不均匀的 什么条件 让你去不要去考量 这里的H不均匀性 唯一的就是 这里的AR 很小 原小于R0 换句话说 这里的变化量 已经微不足道 那我们去试 通过这个截面的flux 是均匀的 这是第三个条件 那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 我们有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呢 你把我们要分析的这个问题 把它简化一下 那你已经知道 这三个条件给你以后 那我们先让我们看 好 回过来 这三个条件呢 首先 首先 你现在看到的是 是 经过这里面的flux density 跟经过这里的flux density 是不是要一样 是不是要一样 这个是 phel magnetic里面的 V F 跟这里的 V Gap 这两个是不是要一样 因为你的所有的flux 通过这个gap再进来 我们已经 把这个flux的旁边弯曲的效应 都都不考量 所以你就好像是一个水管 然后通过的flux到这里 它原原本本 VF一定是VG 它是一样的 这个没有问题 而且 我可以知道 它都是fi方向的 那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我知道的 不考量它的变化 不略它的边端效应 的情况之下 我知道 我得到的结果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也没有问题吧 好 第二件事情 因为这样子以后 我们说 在磁 磁性戒指里面的 在这个磁性戒指的 HF呢 是等于多少 H 跟B的关系 在这边 μ分之B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磁性戒指里面的H 是μ分之BF 但是在GAP 但是在GAP GAP的呢 是μ0分之B G 那你已经知道BG跟BF是一样的 大小 所以你马上你现在知道了 这两个 的B值 哎 是一样 但是它的H值是不一样的 利用这个关系是 利用这个关系是 一路积分 我已经把A 延小于R0 这个问题通通放进来了 所以 在任何一点的 H H F的部分 它所走过的路径是等于2πR0 N 减掉LG 然后在GAP的部分 是HG 乘上LG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呢 依照我们的关系 是等于N R 这是安培回路定理告诉你的 那HF跟HG 你把它放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 μ分之BF 乘以2πR0 减LG 加上 HG的部分是 μ0分之BF 乘上LG 就等于Ni 那你把这个关系式的BF 积累出来 BF把它提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是 μ0 乘上2πR0-LG 再加上 μLG 然后μ0 μ 然后N 这是你解出来的BF值 那我们把这个BF值呢 我们把它看一下 BF值出来以后 BF值出来以后 我就知道HF值 因为HF值是等于 刚刚刚已经告诉你 刚刚已经告诉你 HF是μ分之BF 所以 我很容易的 就等于 Mu0 2πR0-LG 加上 μLG 乘上 μ0Ni 然后 HG 你也知道 Mu0分之BF Mu0 2πR0-LG MuLG MuNi 好 那我们刚刚我们讲说 我们期待的是 看一下这个 电动式 跟这个的关系 我把这两项的电动式 和 我的磁场 的Flux 算一下 我们看 它有什么对应的关系 我说我的Flux 它 是不是等于B.ds 你这里的Flux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 R 养小于 在 R养大于A的情况 R养大于A的条件几下 我的B是均匀的 OK 那所以我们说是B乘上S S就是这个解面 这里的解面 这是Close section 那你把你的B乘上S 我们就马上可以得到 Mu0 不管你在 不管在 这里面 过着在外面 因为BG 跟BF 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把它看到 B0 N Ni0 Ni 乘上S 然后 Mu0 乘上2PiR0 G R0-LG 再加上MuLG 那我把它这个除一下 我就得到一个有趣的 I 除过来以后 这就是2PiR0-LG 然后分支MuS 那第二项呢是Mu0SLG 这是F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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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一项啊 当成是RF 这一项呢 当成是RG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NiRF加RG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 但是 你现在看到了 我的Flox 乘上RF加RG 就等Ni 而这里的RF跟RG 为什么我会这样定义呢 我们说 在电学里面的R 是跟什么东西 长度成正比 对不对 截面积成黄比 对不对 然后跟 这个 电阻力成正比 对不对 或者是 你跟你的电导 那你现在你看 这个是你的长度 你的S 你现在你的电导 电导力的部分 就是你的Mu0的角色 OK 换句话说 这一块 所代表的是 在这里面的磁组 而这一块呢 所代表的是 除了Gap以外的磁组 OK 所以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 你的RF 对应的 就是等于 2PiR0-LG 然后乘上MuS的表示 那 RG呢 就等于Mu0S 然后LG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整个 这一个 我现在我可以把它 化成我的等效电路 等效电路是什么 我好像是有一个 电动式 OK 电动式是多少 Ni 然后有一个 RF 有一个 RG 然后 我的Flux流过 就是这个 有没有问题 可以我们看到我们这 Flux乘上我的RF加RG 就等于Ni了 就是对应 我Flux乘上RF加RG 加RG 就是等于Ni 所以现在你看到 你所对应的角色 很清楚的 知道了 在这里面 i 现在对应的是Flux OK 你的电动式 是Ision 所对应的是Ni 然后你的R 所对应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Sigma S分之L 所以对应的磁组 就是等于MuS L OK 我们把这个R呢 就叫做磁组 MuS 那有没有问题 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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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 这个是圆形的 你可以去做一下 那个 课本里面的 配举 301页 这是第一个题目 6-22 还有 6-25 还有 6-27 这三个题目 你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所上过的 都有相关的地方 这是三个题目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 你现在 你不只是把 电穴里面 有关系的物理量 跟磁血里面 有关系的物理量 一一的对应起来以后 那它的电路 在整个磁的回路里面 跟电里面的回路 也对应起来了 那我们就用 这个关系是来解我们的 磁的回路 好 我们今天就 给大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